哈囉大家好我是Nick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事隔兩個多月我又再次來到東京 這次來東京最主要目的 沒錯尼克要來出任務啦 這次要來帶大家去星系縣 星系這個地方是我第二次去 第一次去的話就是去滑雪玩snowboard泡溫泉 不知道大家對星系這個地方有什麼樣的印象呢 我想多數人大概都是覺得 米飯很好吃 我們今天就是要去星系觀光旅遊 那這次最主要的目的呢 是要參加一個叫做大地藝術季 然後順便吃美食泡溫泉 跟著我尼克的腳步呢 一起來看看星系這個地方有什麼好玩的 接下來呢我們就要先去飯店吃個早餐 那這次入住的飯店呢是三井花園吳返田 沒錯就是在我上次的關東Vlog 有出現的這家飯店 上次呢有點可惜沒有吃到早餐 那這邊的早餐呢聽說是義式的 所以我自己也非常非常的期待 去吃個早餐然後就上車搭上我們的新幹線 前往星系囉 不過在一起玩三井花園吳迅皇傲 我一下 一決筷 大 美 这次透过乐吃购日本及新系观光协会的活动征选 获选为新系县旅游观光推广大使 要来个三天两夜的大地艺术季温泉美食行 在这边也要先谢谢正在观看影片的你 请大家务必把接下来的影片看到最后 尼克才有办法继续分享好的作品及景点给大家哦 看到一早的好天气真的是松了口气感谢老天赏脸 那我现在呢就到东京车站了 那这次的旅程呢其实会有两位朋友 没错就是今年夏季之旅一起出发的 抓迷先生跟害羞小弟们 要跟我一起启程这次的新系之旅 那其实从东京到新系呢假如是观光客的话 我比较推荐买周游券JR PES 对那我会把连接放到下面 有兴趣的话就记得看一下 那假如你的日文还不错的话 就可以跟我一样挑战就是买这种新干线加住宿的行程 会比较便宜哦 大概可以省大概5000到10000日币左右吧 那我们现在就去会合 找一下庄迷先生 突然就出现了 也马上就找到了 他想说等下会不会找不到人 你吃早餐啊 OKOK 为什么你们两个都要把头发剪那么短 因为就... 就你们头发两边都剪很... 就是感觉很冷啊 这个是MASION MA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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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现在就上了新干线了 然后从东京出发呢 到我们这次的目的地 月后趟者呢 大概要一个半小时 所以我们有充足的时间可以休息 然后我们现在呢 要到的地方 我们这次最主要要去的就是 大地艺术机 然后大地艺术机的话 它是每三年才会办一次比较大的 那每年在举办的时候 它其实有点像是 赖户内海的艺术机 它就会卖一些 就是交通套票呢 会比较便宜一点 但我们现在这次来的话 就是其实它已经... 季节已经过了 所以我们几乎都是 挑想要去的地方去而已 对 那我们今天要去的地方呢 主要是以美术馆为主 然后这个美术馆 听说蛮漂亮的 所以我们今天的行程呢 大概就是先去下车 租车吃午餐 然后再去美术馆走走 那大家就期待 像这个艺术机会长什么样子哦 要出发咯 已经出发了 哈哈哈哈 OK我们现在到了这边 就是越后汤泽了 那这边其实有名的话 是滑雪场 然后我们要在这边呢 就是换那个车子 对我们在那边租车 对那车子呢已经先预约好了 然后我们待会就开车 因为其实现在已经 接近中午的时间了 我们就去找这边 好吃的午餐 再跟大家好好的 介绍一下这边 耶各位 我们现在就租好车 准备出发 开始我们今天的行程 虽然现在已经中午了 可能只剩半天的时间 不过今天天气真的蛮好的 而且刚好 这边比较靠平地点 所以还看得到一点红叶 那待会玩山上的部分呢 就可能要看看运气了 不过还是蛮期待的 那我们今天要去吃的午餐呢 也是这边当地也蛮推荐的 我们待会就去看看吧 出发 啊来不及 你手太短了 没办法抽镜头 你不知道要抽镜头 我再抽镜头 耶我们现在到了 这边就是我们这次 最主要旅游的目的地 就是四日丁市 那因为现在已经到了中午的时间 我们来这边 这家餐厅它叫做 Ikote 它这家餐厅呢 也是大地艺术季里面 就是官方网站里面 有提到一家餐厅 就这边可以吃到当地的食材 然后它有一个平价很高的食堂 听说周末都是要预约的 不过我们今天平日来的话 应该就是蛮容易就可以进去了 那我们待会呢 就带大家进去里面吃午餐囉 走 看一下建筑 这边建筑很厉害喔 真的真的 这家餐厅建筑是由首种桂琴 首种油柄 两位建筑师所打造的 两层楼的木造建筑 采用大量木头 营造出家的温暖感 那在等餐的同时呢 来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地方吧 就是这个地方其实叫做月后七尤 但它其实不是一个正式上的名称 是由日本的古地名 就是月后国跟七尤庄而来的 那就是指了现在我在的位置 就是星蟹南部的这个地方 就包含了十日丁寺跟金南丁这两个地方 那这两个地方呢 是我们这次三天两天的旅程 主要的活动范围 食物表现更是不在话下啦 在Google Map上有着好评价 可以说是实至名归 没有太重的调味 吃得到食物的原味 配上一碗芯细的白米饭 真的是最简单最美好的一餐 我们现在吃完午餐呢 结果老板娘真的非常好 就是可能看我们对这栋建筑非常有兴趣 主动就问我们说 要不要来看一下二楼长什么样子 就二楼的话 只周末才有开放 或者是包藏的有些宴会的时候 这个空间就会给大家使用 这栋建筑物刚刚听到啊 就其实已经有七年的历史 但看起来是非常的新耶 耶我们现在呢 就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景点 它叫做 月后期有李山现代美术馆 我真的觉得这边的景点名字太长 有时候都骑不起来 超难骑 然后它下面有括号一个日文叫做 kinaare 它是什么意思呢老师 我再查了一下 它就是这边一个方言 我刚刚查了一下那句就不用讲 听起来有点状况 方言什么意思 这边就是一个方言 它就是来这个地方的意思 请大家来这边地方的意思 没错 就有点像是欢迎大家来这边 有点类似那种 yokoso那种感觉 对对对 那因为我们不确定里面能不能拍照摄影 所以我们现在外面呢 就晃一圈拍一圈给大家瞧瞧啰 现在大家来看看里面的游泳池 游泳池 老师有在健身上去游泳 游泳池 诶 满美的耶 我们现在就到它的正门口啦 但是说真的呢 不用进到里面 我真的觉得外面已经够漂亮了 光是拍照呢 拍个三四十分钟都没有问题 因为它整个就是 倒影下来呢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唯美 那我大家看了一下啦 里面就是没办法摄影 没办法拍照 所以呢里面就等大家自己来探索一下啰 之前去了蛮多美术馆都不能摄影 不能拍照 但是这边刚才有问他 就是里面是可以摄影 但是不可以用闪光灯 对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进来 给大家看一下里面有些什么样的东西 我觉得这边的艺术作品啊 都非常有创意哦 对它就是有一些互动式的 然后有一些立体的 所以就看起来就是 我觉得蛮值得进来的啦 虽然费用大概 动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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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然动了还发出声音 我吓了一条 我们现在呢 就把这个美术馆大致逛完了 但是里面东西真的意外的还蛮多 而且也蛮精彩的 所以呢就是花了不少时间 那我们下一个地点呢 我刚刚看了一下呢 它居然11月呢 就是4点就闭馆了 所以蛮早的 所以可能有点来不及 所以待会再看看要去哪里咯 那这边美术馆逛完之后呢 其实这边有一个咖啡店 对看起来蛮不错 然后后面还有一个 就是类似它的小卖店 有卖纪念品 我来要去的下一个美术馆呢 因为它现在秋冬时间呢 就比较早闭馆 就4点就闭馆 那我们现在已经3点58分了 没想到这个美术馆就是这么好逛 那我们刚好看到旁边呢 有一家土产店 就来一起看看 星系的这边有什么有名的土产 来到星系的话呢 不能错过 就是这边的各式各样的女 因为星系的女真的蛮好吃的 而且市区呢 其实也都吃得到 啊这个好像是这个 月光米啊 月光米对不对 对 蛮有名 第一次看到的就是各种甜的四种 你看像它这有巧克力的 还有草莓的 另外的话呢 soba也蛮有名的 所以这边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soba sasa dango sasa dango 可是它是sasa dango mochi 所以它的主要是mochi 是这个意思 sasa mochi dango 然后外面有黄豆粉 kinako 我们就买一个这个吧 很容易被限定片 就买一下吧 诶这太酷了吧 这是这边的美酒口味 然后这边有写哦 酒精1%未满 第一次看到居然有含酒的四种 就决定再买一下了 太特别了 然后因为星系的女蛮有名的 所以像这边是日式丁呢 它们有自己的地酒 总的会看起来非常多 耶我们现在买完土产 然后因为现在时间真的蛮晚了 所以我们要准备进饭店去check in 好我们就出发咯 车车车 耶我们现在就到了下一个地方啦 有没有看到我身后 我觉得这里真的是非常有欧洲的感觉 就是小木屋度假村 那这边呢其实我们还在就是十日丁市 那这一家度假村呢 在这边品价非常的高 这边呢就平常冬天的时候呢 它是滑雪场 然后呢夏天的时候呢 它也是高尔夫球场 所以这边真的是非常大的范围 那我们其实今天呢 行程就差不多 要在这边先做一个结尾 那Johnny先生你觉得今天怎么样 对今天是我第一次来这个 星系还是星谢 星系 对星系 今天真的是非常非常文清的行程 就非常适合我们两个 非常有艺术气息 但是虽然都不知道在干嘛 真的那些安藤棕雄啊之类的那些建筑物 都非常的漂亮 今天没有安藤棕雄 各位今天没有安藤棕雄 明天下一集就会有安藤棕雄 希望会有啦 天气不错的话就可以拍到不错了 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差不多 在这边做个结尾啦 喜欢影片的话 记得帮我哦 按赞订阅分享小铃铛 也别忘了follow我们两个人的IG 在那边会有日语的教学 还有我这边会有旅行的记录哦 那我们就明天见啦 大家拜拜 拜拜